台北市副市長鄧家基 衛生局長黃仕傑與貴賓們 一同把logo貼上 象徵市智鎮共同照護中心 市智社區服務據點共同啟動 全力打造台北市成為 市智鎮友善城市 我們要把整體的一個 醫療的一個資源做一個整合 所以把和平醫院的護衛中心 做一個整合的一個平台 透過這些的一個辦理人 能夠我們提早發掘提早治療 我們在台北市有很多的資源 包含樂靈學堂 包含我們的日照中心 包含住宿型的 這個市智照護的等等的資源 那這邊的個案管理師就會連結 在微電影《倒轉的父親畫面》中 資深演員傅雷 飾演知名畫家鄧雪峰 得到市智鎮的經過 從一開始的不相信到接受 最後更能夠加入市智鎮團體 利用本身繪畫能力 擔任老師幫助大家 道出市智鎮家庭的種種遭遇 我們是鼓勵說活動要多樣化 可以是唱歌 可以是讀報 可以是玩遊戲 那麼最好是能夠運用多種的腦功能 所以活動其實是不限制的 是越多不一樣的一個方向是越好的 得到市智鎮並不可怕 但是必須立即就醫 雖然不能夠完全根治 但是能夠透過藥物 加上其他的復健行為 加以延緩病情 台北市衛生局 社會局更結合市府內各局處 發展多元照護模式 期盼為市智鎮並有塑造友善環境 台坡大台北市衛新聞曹東華 三張爆炸 大道 大道